谢谢 她忍不住从盒子里拿出眼球来看 无论是颜色还是什么 都和真的眼睛一模一样 连眼球上细小的血丝都有 她一直想为苏三郎做一只一眼 但材料不好找 这是一只暖郁 很名贵的 更是难得 雕刻一眼也不简单 不管从哪里看 都是最好的 这份礼物她无法拒绝 希望伯父也会喜欢 我爹会很喜欢的 苏小璐小心地把东西收好 再过两天 就是陈大妞成婚之日 她也是必须要回去的 那我就先回家了 好 接下来很长的日子 还要辛苦你了 她解读这个过程需要很多年 她和苏小璐还会见很多很多次 只要你好好听我的 我保你活到一百岁 周智回忆浅笑 苏小璐收拾了她的东西 将装着眼睛的盒子 小心翼翼地放好 然后出府回家 送她的是金寺 我才能够回家 我才能够回家 我才能够回家